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歡迎回到志祺七七 每週幫你整理台灣內外大小新聞事蹟 如果你不想錯過各種時事和生活疑點的討論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那今天,就要讓圖文不符 帶大家一起來回顧一下最近發生了哪些大事吧! 歡迎回到七七新聞回顧 這是一個... 恰到首收的一個禮拜! 今天是12月11號 距離大選賬號只剩下一個月 按照我們的經驗,這段期間 可能會出現很多神奇的政治新聞 比如說抗議的時候,被同黨的立委夾到手 然後弄到上醫院堂重症病房 或是挺寒的上校為了提醒大家民進黨很快 於是決定幫韓國瑜合成假衣片營照等等 各種很鬧的劇情 最近大概都會陸陸續續的出現 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 那如果你不喜歡,可能就要稍微的忍耐一下 但無論如何,我們都還是會持續陪伴大家 也要一起關注各種重要的議題 那首先要來看到的就是 《檳榔專法》終於準備要開跑了 過去在政府不輔導、不鼓勵、不禁止的三部政策下 檳榔一直是無法可管的 而上週,政務委員林萬億終於公開宣布 將直接比照《菸害防治法》制定《檳榔專法》 將三部政策轉型為 《要宣導、要輔導、要防治》的三藥政策 林萬億強調,專法並不是要讓檳榔產業消失 而是要就已知的相關議題,包含了檳榔對民眾 還有環境造成的影響,研擬適當的管理方式 那目前台灣《檳榔防治聯盟》和衛福部 都有提出《檳榔專法》草案的版本 立醫院也預計會在下一個會期進行討論 那關於檳榔產業的議題 大家也可以看看我們之前做過的這支影片喔!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關心的是 在上週日舉辦的兩年一度移工大遊行 這場遊行,共有數百名人參加 而這些的主要訴求,是希望能夠廢除私人仲介制度 改為政府對政府直接評估 目前,在台移工的總人數已經超過了70萬人 對台灣的勞動市場有極大的貢獻 但是他們卻長期因為私人仲介制度而受到嚴重的剝奪 光是來台之前,每位移工最少要付15-20萬元的仲介費 那來台之後,還要月繳1,500元 大約總共3年共6萬元的服務費 那如果要轉換工作的話,還得支付4-8萬元的買工費 對此,勞動部回應 政府對政府的聘僱模式 需要涉及到各股的規定以及意願 但勞動部會持續透過雙邊的會議努力來協調推動 此外,他們也可以鼓勵雇主 之後可以透過勞動部的服務中心直接聘僱移工 那接著我們要來看到兒福聯盟的購物風波 上週有網友報錯,兒福聯盟花了3.7億 在內湖購買了一整層樓的新辦公室 那消息一出,便在網路上面掀起熱議 就有網友通平誇張,捐款浪費我的愛心 根本就是捐錢給別人增加財產 還質疑為什麼要買在內湖這種高級地段 而且是個如此昂貴的物件 這個服務據點一定是要,就是其實讓我們的服務的按家 連著這個捷運可以到的 因為他們常常是比較沒有能夠交通工具的 也不希望我們因為這個搬遷 或者是被趕來趕去房租這些的問題 去影響我們的服務 雖然兒福聯盟第一時間就出面回應 但批評跟退卷的風波還是持續不斷 而盟表示,過去曾經因為租屋的問題 兩年內就已經曾經搬4R了4次 他們強調,這支是有企業運以工藝價出售 才決定購屋 雖然這個說法未必能讓大家都買單 但網路上也有許多專業社工人員出面為兒夢還家 他們表示,社會長期以來 都對社福工作有錯誤的認知 甚至把社工或NGO組織跟義務工作的志工混為一談 但事實上,社工也是跟其他領域一樣 是一份專業的工作 也需要一定基本的物質條件,才能提供好的服務 但另外一方面,有些人也認為 這些批評主要跟兒盟的形象不假有關 過去他們就曾經因為波卡事件而被人批評 此外,他們的高層也有許多具爭議的政商人士 包含了前法務部長羅英學 以及立委王玉敏等等 那台灣新聞最後,來快速跟大家提醒一下 總統候選人的號碼最近終於出爐了 清民黨參選人宋楚瑜是1號 國民黨參選人韓國瑜是2號 而代表民進黨的總統蔡英文則是3號 想支持永續能源發展,但會不知道怎麼做嗎? 現在加入陽光伏特家 就能即刻免費擁有一片太陽能板 在一個月的期間內 你可以隨時查看它的發電狀況 產生的電費收益 還能轉化成購買太陽能板的優惠摺底金 想凌晨本體驗成為太陽能電廠主人嗎? 趕快加入陽光伏特家體驗專案吧! 國際新聞方面,先來看到在法國的反年改全國大罷工 上週四,為了抗議馬克宏政府提出的退休金改革計畫 法國全國各職業工會集結 在超過100多個城市上街抗議 根據法國內政部的統計 當天總共有80萬人上街有幸 目前,法國共有42組不同的退休金系統 每年支出的金額佔GDP的14% 顯示全球最高的國家之一 而馬克宏推出的整合方案 是將所有體系整合在一起 但這樣做的問題 可能會讓某些行業的退休福利縮水 因此引來強烈的反對 根據最近的民調顯示 有75%的法國人認為退休金有必要改革 但只有30%的人認同馬克宏政府的做法 這個議題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不多做說明 之後我們也會另外做一支影片來討論喔! 那下一則也是與勞工權益相關的新聞 那就是中國最近非常火紅的 華為251事件 受到中美貿易戰的影響 最近華為成為左邊鄰居的國營品牌 購買華為產品成為一種愛國的表現 但最近華為的身世 卻因為一個離職員工的冤獄風波陷入危機 簡單來說,有一位叫做李鴻元的員工 他去年離職的時候 因為跟公司出現了一些摩擦 結果竟然被政府部門拘留長達251天 直到今年8月底 他才因為證據不足而被無罪釋放 那李鴻元透過媒體表示 希望能跟華為溝通,讓他們變得更好 但華為官方不只迴避道歉 還說支持他控告華為 被民眾解讀是歡迎來告的意思 那許多不滿的民眾 開始在網路上討論這件事情 儘管話題還是熱頭上 但還是有許多發文被刪 有人質疑是國家機械的介入 而官媒的態度一開始跟著指責華為 但後來又說這起事件是美國的陰謀 好啦,那關於這個議題 我們預計這幾天也會推出相關的影片 再請大家拭目以待囉! 那下一則國際新聞 也是一起輿論風向大轉彎的事件 上個月底,在印度的一座大城海德拉巴 有一名27歲的女嬰獸醫 被4名男子輪肩殺害 並遭到毀屍滅跡,震驚了印度的社會 那雖然印度國內的相關問題 早已經詬弊很久了 但由於海德拉巴是相對安全的進步城市 因此這次的案件還是讓人感到非常震驚 而且警方接到報案之後,卻拖延了6小時才進行偵辦 更引起了當地民眾的憤怒 許多人上街要求警方把人交出來 讓大家處以私刑 那上週警方帶嫌犯重回犯罪現場調查的時候 竟然當場將4個人全數擊斃 根據警方的說法 那是因為他們突然襲警想要逃跑 警察出於自衛才開槍擊斃 於是民眾輿論風向 就從原本譴責警察毫無作為 一瞬間就變得讚揚警察 當地民眾更是以撒花和放鞭炮來慶祝 I appeal to all Indian police follow the Telangana police Sajase me baot khusus Police ko me baot bhaot dhan baot de na chate hoon 負責這起案件的局長 塞吉娜也瞬間成為了國民英手 不過神奇的是 其實塞吉娜過去在其他地方任職的時候 也曾經發生過好幾次類似的事件 例如嫌犯回到犯罪現場的時候 沒有帶手銬,突然想要跑 然後突然就被擊斃了 那印度著名的律師格羅弗就指出 印度警察經常用這種手法來平息民怨 是並且迴避這個調查的責任 這已經是國家結構性的問題了 而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也宣布 將派人對事件進行深入的調查 那接著我們要把焦點轉到伊朗 沒有錯,就是上週新聞回顧中提到的 讓伊拉克民眾很不爽的右邊鄰居伊朗 就在伊拉克示威持續進行的現在 伊朗國內也正面臨大規模的動亂 11月中,伊朗政府宣布要大幅提高油價 並且實施了汽油配而治 引發了許多民眾上街抗議 不過伊朗政府馬上就派出武力鎮壓 甚至封鎖全國的網路長達一周 但這種大規模的網路封鎖 放眼世界也是非常罕見的 雖然外界很難確切地得知政府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美國國務院表示,可能有超過1000人被殺害 他們譴責伊朗當局的慘暴,但伊朗總統魯哈尼的回應 這整件事情都是美國跟以色列策劃的陰謀 他宣稱伊朗已經戰勝敵人 從1980年美伊斷交開始 兩國之間因為核武的問題出現各種摩擦 去年美國加重經濟制裁的力道 導致伊朗今年的GDP大減了9.5% 美國當局認為,未來伊朗有可能會發動侵略性的行動 目前川普也正在考慮加派兵力 然後以因應伊朗威脅 接著我們要來看到的是一則重大的國際體壇消息 而事件的主角也是一個常常把美國當作敵人的國家 俄羅斯 近年來,俄羅斯不斷地陷入多起禁藥醜聞 在2014年的冬季奧運時 就有多名選手違反禁藥的規定,被收回獎牌 而2018年冬奧,俄羅斯國家隊更是被全體禁賽 這個禮拜一,世界反禁藥組織更是宣布一個重爆消息 未來4年內,俄羅斯國家隊將被禁止參加所有的國際體育賽事 包含明年2020的東京奧運、2022的北京冬奧 以及卡達世界盃組球賽等等 在所有賽事中,俄羅斯的國旗跟國歌都被禁止 不過,能夠證明沒有用藥記錄的俄羅斯選手 還是可以用中立的身份參賽 但他們所獲得的獎牌,就不會列入俄羅斯的得獎記錄 俄羅斯總統普丁表示 WADA的裁決無異於體育的發展完全是政治目的 將會提出上訴,而俄羅斯外交部則直接指出 這件事就是西方國家反俄的陰謀 而另外一方面,美國反禁藥組織的執行長 則是認為,WADA的裁決實在太輕了 應該要全面禁止俄羅斯選手參賽 加拿大奧運選手施考特也認為 這項禁令是象徵性大於失職的意義 最後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剛剛落幕的北約峰會 雖然這聽起來好像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場合 但這次峰會最受到關注的 居然是一支各國領袖被挑拍到在講八卦的影片 簡直為北約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是許多西方國家在二戰過後 為了抵制蘇聯的勢力所成立的合作組織 但隨著蘇聯解體後 這個組織的存在就顯得有點尷尬 那討論議題也變得相當的廣泛 今年雖然是70週年 但法國總統馬克宏卻指引北約已經腦死 而川普則是批評馬克宏很討人厭 甚至是說法國的經濟很爛 事實上川普一直以來 都對北約其他會員國超不爽 他認為軍事支出都是美國在負擔 所以曾經放話要退出 不過看來其他領袖對川普也是同樣有一點點意見 一支外流的偷拍影片 就抓到加拿大的總理杜魯道 法國總統馬克宏和英國首相桑森 居然聚在一起講川普的壞話 後來川普連閉幕儀式都沒有參加 就直接提早回國了 不過這次各國領袖們除了偷偷調侃川普之外 還是有做出一些正事啦 協商出共識 那像是首次在聲明中提及中國的影響力 以及強化波蘭還有波羅的海的國家 共同對抗俄羅斯的防衛計畫等等 本週的趣味新聞 其實一開始我就已經說過兩個了 那在這部分相信大家在很多新聞 或是其他故送影片當中都已經看過很多 所以我們就不再贅述了 那我覺得可以跟政治圈比奇怪 大家就只剩下藝術權了 日前有位義大利藝術家卡特蘭 用膠帶把香蕉貼在牆上 然後把這個創作稱之為喜劇演員 那這項作品在美國的邁阿密畫廊展出時 接連賣出了三根 那每根香蕉的價值將近新台幣400萬元 結果上週一位美國行動藝術家達圖納 竟然當場吃掉了其中一根香蕉 畫廊的人全部嚇傻 達圖納說他把這場表演稱為 飢餓的藝術家 因為他餓了就吃 並表示這是他跟卡特蘭的藝術交流 哇!這些藝術家的生活還真是 嗯...樸實無花且枯燥啊 那後來法國家樂福馬上就跟風 賣出不會讓人傾家蕩產的香蕉 以及各種價格親民的食物 後來我們的故宮也加入了這場 交流交流的藝術饗宴 不過他們這次賣的是另外一個物件 也是膠帶一卷只要台幣150元 好的,今天的新聞回顧 就在各種藝術交流當中結束 那如果你對今天的新聞議題 有不一樣的觀點或是看法 或是有覺得什麼其他漏網之魚的重要話題 歡迎都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最近都發生了哪些大事 此外也可以點這個地方 看看檳榔產業和運動禁藥的相關影片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